知道哪一个数字出现的次数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串列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点 count count 之后的话给它一个数字 它就会跟你讲说里面出现的次数 那我现在为了 为了不要每一次都要输入 所以我就把这个回圈杠掉 然后我就直接在那个空字串里面 直接把那个值先放进去好了 不然每次让它 key x 4,enter,18,enter 哇,那太浪费谁 所以我就直接先放进去了 然后我就把它print出来 然后算一下,ok,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告诉你 三次,有没有 那如果换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里面再抓一个22 然后执行一下 这里面的话 一次,ok 所以如果我要写一个 哪一个最多次的话 那我势必需要什么 划个回圈 底下一样 这个回圈底下一样就是十次 那这个十次的话就把每个次 每一个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然后放进那个kong的瓜糊里面 检查一下说 它到底是出现的次数是几次 不过呢 当然你知道次数之后 你要留下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最大的那一个 那怎么留下来 那就把什么呢 出现的次数最大的那个留下来 好像前面有写过类似的吧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写啊 最简单的方法 不过应该还有别的写法 只是我直觉想到就是 那我干脆怎么 稍微最笨的方法就是 我先产生一个 一个maxc好了 maxc预设值等于0 那只要呢 出现的次数一次就比它多了 所以它第一次一定 一一就把它盖过去了 OK 如果0的话就反正还是0次 所以先检查什么 检查这一个 看几次 检查这一个 检查这一个 直到最后那一个 不过你会发现18三次 这个也是三次 三次它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大于那个 就是三次的话 它就不会取代掉 所以最后还是三次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跑什么 跑回圈 并且比较最大的 那当然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跑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一样是十次 所以其实你可以跟前面 这个写法一样 然后比较什么呢 如果 特别重要 它这个0次 如果list1.count 然后把哪一个数字呢 把list1里面的d 从0开始 把34抓过来 那34怎么抓过来呢 其实就是什么 用一个list 后面一个中瓜弧 然后呢里面就放0的话 那就是34 34就抓过来 有没有 ok 那以此类推 所以这个i的值 它会从0到多少 到9嘛 刚好就是34到18嘛 ok 然后呢 它会去检查 它的次数 34 34的话呢 它出现假设一次 一次就一定是比什么 1一定大于什么 0嘛 所以它会怎么样 把这个产生的次数 1把它放到max1 所以max1里面的话 本来是0次嘛 那这个时候就盖过去变一次了 ok 然后并且把这个数字 34怎么样 放到n 因为最后我还要知道次数是几次 然后是哪一个数字 所以下面这个的话是哪一个数字 34 就把34放在n里面 34 所以34一次 然后18 18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就是它检查3次 3次把它盖过了 比它还大 所以max变3 然后这个的话就变18 所以n就变成什么 把它替换掉变18了 最后的话好像ppp 这个都没有比它多 所以最后这3 18 ok 结果max跟n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最后两行就是print的结果 ok 就大跟刚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这样好像其实可以不用输出了 上面其实就是把它放进串列了 然后再来就是检查哪一个最大 并且告诉我最大的那一个 4 几号 18号 几次 3次 就是它的答案 ok 那因为这个正教考试 我觉得可能比较 不是那么清楚就是 其实后面应该是几号 18号 或者加一个训组 几次 不过它输出这样 感觉会比较容易 不是那么的 不过大家知道它题目问什么 做出要的结果 就ok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的参考答案 云端上也有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 重数 就是把数字有十个 放进一个串列 所以用一个空的串列 加上append的方法 append的一直放进去 那最后的话用那个list 这个串列list1.count方法 去检查什么 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小瓜糊 然后给它一个数字 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去检查 它出现的次数 好